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积电工程学系 是一具备跨领域特性并重视科技整合应用之细所 以培育具积电工程知识与生物应用能力之人才为目标 并注重满足传统与新兴生物产业对于积电工程和系统整合的需求 强调学生实作能力与经验之养成 本系课程以维基分、生物、物理、化学、程式语言等学科作为基础 电子、工程材料、自动控制、积电整合、力学为核心 生物系统量测、生物程序工程、生物产业机械为应用 注重培养学生积电工程知识及运用所学于生物产业场域之扎根与磨练 并提供学士专题、积电整合实习作为学生生学、就业之接轨课程 本系专业师资来自机械、资讯、电子、控制、化工、系统等领域 进行跨领域合作整合支援 形成专业的教学研究阵容 提供多元化教学 为了培养学生系统实作能力 本系备有完善丰富的教学与实习研究场所和车床、洗床、CNC、高速喷雾车、易饮机等设备 以供学生进行学习、研究及实物操作 更采购雷射扫描机、雷射雕刻机、雷射切割机等先进的教学研究设备 以强化学生研究和实作能力 并和目前产业接轨 无城市提供先进的相关实验设备 供本系师生进行生物危机电相关研究使用 机电整合实习 更是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机电与系统工程知识 建构生物机电与自动化系统 本系师生研究领域范畴广阔 四大专精研究领域包括 机电整合、精致农业、永续能源、生技医疗 机电整合领域投入相当多研究 包括有仿生机器人、循环式血盘自动化育苗播种系统 瓜类驾接机、草花肿苗移植机、满鱼分级机等自动化系统 实验自动化、电子宠物等等 精致农业领域着重于GPS精准喷药、水果内部品质检测、 查评品品质检测、植物LED照明与植物工厂的研究 并致力于永续能源的研究 例如太阳能制冷、太阳能光电、生物燃料电池、风力发电等等 生计医疗领域的研究有 生物检测晶片、生物资讯、制备培养机、超音波粒子驱动等等 并积极办理与参与各项学术性活动 拓展与发挥专业影响力 本系重视学生实物经验的累积与养成 并鼓励学生参与相关竞赛与国际学习活动 参与十座竞赛的同学们 皆能从十座机会中学习 并获得更多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增长 更能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 第三点有大概是车子然后去取球 然后在指定的位置再放置那个球体 有时候要分辨要有辨识的那个能力 然后它整个过程都必须要是自动行进的 不是摇动的 那我在工材图学学到就是在一些软体上的模拟 这样帮助我们减少一些时座上的时间 而且在那个应用力学、材料力学 跟机械理念设计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用直觉来看说 这个机构可可行或者是这些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动作 可能在会出一期这样的课的话就是它最后会有的发掘 那就是工作非常大的 可以学到就是如何挑选正确的材料 挑选正确的控制器 挑选正确的马达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在验厂的时候像应用力学、材料力学都对我们分析上很有帮助 底盘的设计之前我们可能会有重量过重 然后导致材料弯曲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材料的建筑方式的不同 然后加强它的硬度 一方面像电子学、电工学、电工实习、电子学实习 这种地方会帮助我们在兜电路的时候 可以避免一些就是不稳定的现象 因为电路本身就是很多奇怪的现象会发生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实习来学习到一些特殊的像电晶体IC的使用 来可能一些滤波功能这样 然后像软体方面从大一开始教的那个计算机程式语言 然后到大三的微处理机 都教过我们很多不同的学习软体 让我们在设计软体的时候有更好的学习界面 然后还有些自动控制教的一些PID控制法 对我们这次的比赛也很有帮助 阿桑我们这次想要做的那个想法 想要合在一起 然后整个做完整的模拟、完整的规划 整个规划好了之后才开始实际实作 本系亦鼓励学生于一个实验室进行专题制作 整合课程所学 进行的研究主要是酵素型生物燃料电池的开发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利用酵素来分解一些生殖燃料 来产生比较更干净的能源 我们有兴趣的特定片段DNA或是蛋白质 或是特殊的分子来做辨识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个技术呢 应用在医疗或是药物的开发上面 然后可以做一个感测器来使用 这个材料它的特性就是我们试在一个电压的时候 然后它会有氧化环片反应然后产生变色 那这个技术呢现在目前主要应用于 智慧情节的窗户 还有像是显示器的发展 像最近最HEDO的电子纸啊 就是有利用这个技术在做推广 我们现在知道你们现在有从事三个方向的研究 那我们其实上有提供哪些的课程 使得你们现在可以做这三方面的研究 基本上从大一的生物跟化学 还有大二的有机化学 以及大三的生物化学 都提供我们相当多的基础的背景的知识 然后可以使我们了解那些我们所实验的原理 然后大三跟大四上的一些像生物分子感测 以及自动控制或是电子学 可以让我们了解仪表端的自动控制 就是对于我们做感测器的非常有帮助 专题制作过程与研讨互动中 更能将课本里所学充分发挥 对未来升学与就业皆有助益 本系同学拥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包括沟通师生情感 疏解课业压力的迎新系列活动 升级卡拉OK大赛 升级之夜 升级夜考 以及结合在校所学 生化学习发挥所长的仿生机器人营 升级粥 以及杜鹃花节等等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 升级系学生们累积多元丰富的知识与技能 同时也累积了无限的生活乐趣 未来发展方面 不管继续升学或是就业 将有多元的管道可供选择 欲投入学术领域继续研究者 可修读国内外相关领域受博士班 欲进入职场者 可借由考取证照与技能考试 成为专业技师 或是参加相关考试 加入政府或财团法人机构 也可直接投入民间企业 毕业生未来之路宽广无限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积淀工程学系 承袭自台北帝国大学以来之 优良学术研究传统 创造无限生机 未来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积淀工程学系 将为积淀工程注入新生命 持续运用积淀工程与生物产业 为创造理想生活而努力 国立台湾大学生物产业积淀工程学系 欢迎您的加入